马桶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存在 而且使用频率也是比较高的 有项统计数据很有意思 每人每天上厕所68次 一年约2500次 算下来人的一生约有三年时间在马桶上度过的 由此看来马桶的重要性 但受制于消费水平和传统观念等因素 普遍用户也往往会忽视家庭卫浴里的升级迭代 几年以前 国人从日本被智能马桶盖回来的新闻引发热议 也使得智能马桶盖这个东西 迅速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中来 它具备传统马桶所不具备的多种功能 选择好尺寸安装在自家的马桶上 便能够实现做圈加热、温水冲洗、暖风烘干等等功能 相较于传统马桶 智能马桶盖可以说是更加洁净、舒服 因此也受到国内一众消费者的欢迎 伴随着国产厂商实力的进步 以及越来越多日系智能马桶盖品牌 在中国开设工厂 国内市场也迅速出现不同品牌的智能作变器产品 用户也无需再费尽心思去国外购买产品 近几年来 智能作变器市场持续走高 智能马桶盖和智能马桶产品的销量都在稳步增长 其中 智能马桶的零售量已经远超智能马桶盖 正逐渐成为智能作变器市场的主要趋势 行业发展速度可见一斑 但目前智能作变器而在国内 普及率仅为5%左右 三四线城市普及率不及1%的现状 也成为制约行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 为什么用过都说好的智能马桶的渗透率很低 智能马桶何时才能走进用户的家庭呢 在笔者看来 首先 受制于消费者的认知问题 心里面不能接受或是不敢尝试 用智能马桶冲洗是很大一个原因 智能马桶改变了传统如测习惯 一时间难以接受 智能作变器也并非空调之类是刚需产品 家中没有必要非要将家中的马桶换成智能马桶 同时 用户对于智能马桶和马桶盖 没有深入的认知及体验 主观认为智能马桶容易出现安全 卫生问题 并且嫌产品价格高 接触智能作变器可能就是在酒店 民宿等地方 另外 一些消费水平低下的地区以及老年群体 甚至还不知道智能作变器是什么 作为墙安装属性的产品 智能作变器的安装售后等复杂问题 也是制约产品普及化发展的一大问题 一般来说 在新房装修之际 一些追求生活品质的用户 可能会考虑在卫生间里安装智能马桶 提前进行水电路的预留改造也并不算复杂 而对于局部装修或是日常产品升级换代 安装智能作变器就会面临着房间结构 干湿分离 水电改造 拆装换装等问题 这些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消费者 是否要在家中安装智能马桶 当然 智能作变器的普及率还受到了产品传播力度不够 同质化严重存在质量问题 加装行业发展受阻等因素的制约 种种内外因素导致智能作变器无法在短时间内普及 当下阶段 行业迫切需要打破僵局局面 智能作变器始如侧变得更加健康舒适 近年来的新产品通过对其安全性能 清洗技术进行更新演进 持续提升使用体验 在AI加持下的智能家居时代 AI语音控制 智能速显 智能控温 感应翻圈等等功能也融合至产品之中 以满足现代用户使用所需 在行业及相关人士的持续健康推动下 智能作变器走进万千家庭也只是时间问题 进行转网站 到同时 到一金币 他们会变得更新的